我们现在正乘车前往距离埃及首都开罗120公里外的苏伊士省苏和奈全港 去探访那里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那是一个建在沙漠当中的产业新城 被看作是中埃乃至中非的合作的典范项目 出海巡附近 我们要在那里去找一些和福建相关的人和故事 穿越戈壁沙漠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泰达合作区 它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 近临鸿海苏伊士运河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2008年 它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中非发展基金 共同出资建设 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二批国家及境外经贸合作区 来自厦门的沿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就把他们的埃及工厂设在了这里 厦门沿江股份是全球卫生用品原材料 供应量排名前列的企业之一 2017年 他们布局埃及 也成为了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里的第一家福建企业 在这里建厂投产产品能够供应给埃及 南非沙特以及欧洲各国的客户工厂 同时在供应速度上也能快速反应 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就业 沿江埃及工厂内的195名工作人员中 有180名都是埃及当地人 对于我们业务来说是 在这几年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未来的话我们有五年的规划 我们会建立起二期跟三期 然后我们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客户 宁苏伊 泰达合作区内的中资企业 中建刚购埃及有限公司的一名本地员工 2021年 在苏伊士大学读大三的他 争取到了来自华侨大学的奖学金 有机会前往中国留学 但由于那时疫情影响 他没能成行 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不小遗憾 最终通过网络 他在线上读完了华侨大学的课程 就在今年 苏伊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中国企业上班 从库房管理员做起 不久前转到了人力资源管理岗杯 我特别想念我的所有的中国老师 我的未来的计划是 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中文 然后我刻意去中国看一看 目前在泰达合作区就业的近万名工作人员里 超九成都是像素伊这样的埃及本地员工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伴随着企业的发展一路成长 而在这个占地7.34平方公里的合作区里 工智集有170家企业 这里不仅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桥头堡 来自埃及阿联酋加拿大等地区的国际企业 也同样在这里碰勃发展 这座在沙漠中崛起的产业新城 已然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机 助推中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对我们来说 泰达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 在我们整个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内 已经有一些来自福建的企业 我们正努力吸引更多福建企业落户 在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绿色的花呢 就是合作区的标志 它的灵感来源于埃及古老传说当中的一米花 它是一种透明的六瓣花 象征着顽强信念和奇迹 合作区呢就像这朵花一样 绽放在了这片荒漠当中 我想呢它未来还将继续书写新的发展篇章